大家好,我們今天要做物理實驗室蒸發鹽 首先要準備的材料有兩個透明的杯子 鹽,還有一條綿繩 現在我們開始實驗 先將一個空的透明杯子裝滿水 裝好之後呢,我們就加入鹽,加到它飽和為止 加了山植的鹽,煎水已經成了飽和狀態 那我們現在加入些許的鹽料,讓實驗看起來更明顯 加入水采蒙姜棉绳 放入一个装门水的瓶子里 然后等实验的发生 大概放这一天左右 就会发现水跑到另外一个空的杯子 然后现在就到期前说 谢谢大家